为什么哥斯拉不再是金刚的对手 怎么突然就打不过金刚那呢 众所周知 在遗忘的电影作品中 哥斯拉一直以无敌的姿态存在 爆打金刚如同喝水一样简单 各种只需要一口原子兔蟹 对准金刚的身体 就能轻松将其鞭打 在哥斯拉大战金刚一中 就有很完美的体现 所以没人怀疑 哥斯拉拥有斩杀金刚的实力吧 特别是在第二步中 哥斯拉的实力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他吸收了冰川之力 使得自己进化成了紫光哥斯拉 连喷出来的原子突兴都是加强版的 在影片中我们也能看到 金刚面对哥斯拉更加力不从心 实力悬速变得更大了 但为什么又有人说 第二步后实力发生了反转 金刚才应该是真的怪兽之王 哥们觉得这个说法有几分道理 原因是第二步中 金刚收咬了一只超级巨兽 雪魔 雪魔身高162米 体长250米 体型比身高120米的哥斯拉大了一圈 而且雪魔是一只泰坦巨兽中 最古老的存在 他的周身散发着奇异能量 引发地心世界著作生物巨股变业 因此雪魔也被尊称为 持组巨兽 而且雪魔的冰冻呼吸 十分强大 全功率下 甚至能够冰封住整个地球 毫不夸张的说 比原子呼吸还要猛 因为金刚拥有了雪魔 这一得力干将 面对哥斯拉自然也就多了几分胜算 所以在二打一的情况下 哥斯拉确实不是金刚的对手 没毛病啊老铁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